在炎热的夏日最令人享受的莫过于在家里吹着空调 吃着冰箱里取出来的冰冷的饮料 而炎热和烦恼顿时就会一扫而空 只是当我们接到电力公司寄来的电费通知书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这一切其实本来不必花费你一毛钱呢 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原来就已经可以享有免费的电力了 而这一切可以取之于自然 无穷无尽既不浪费也不会造成污染 提到免费电力就必须提到尼古拉特斯拉的自由能源 事实上特斯拉在1889年所发明的特斯拉线圈 算是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的发明 这是一项能够无限量的供应电的免费且无污染的能源科技 19世纪末电子科学的商业期刊预言将要出现自由能源 可是至今大众传媒从未正面的报道过 且位于美国长岛建设中的特斯拉线圈也胎死腹中 如果特斯拉线圈提供的免费电力 没有被政府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刻意的掩埋的话 在今天的世界里 油电双掌将会成为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讲世界上第一个永续自由能源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宇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唐 免费干净的自由能源技术 是100年前特斯拉给予世界的礼物 这些概念在全世界上百个研究室中已经被证明 但不见天日 当大家听到免费能源 有用之不完的电力 或者是每个月家里的用电 皆是免费的这种说法 可能会联想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不用付出就可以不劳而获 获以为是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谈 真正的自由能源是一种先进的永续能源 定义为可以持续使用 能自己自足 能量非常充裕 可以由任何人自由的获取使用 不受到常规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不会被某些人或者是组织轻易的限制的能源提取利用方式 它是低污染或者是无污染的能源科技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或者是基本满足 它就是自由能源 真正的自由能源不是不劳而获的概念 而是建立在能量会自行产生补充 以及生命本来就是在圆满具足的宇宙丰盛的本质之上 反之各式的庞氏骗局使得人类有资源匮乏的概念 使得少数的人就开始抢夺利益 独占资源 而忘了宇宙的初衷是建立在有限的概念之上 免费及无污染的能源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下无人问津 人类因此无可避免就生活在一个煤石油或者是其他核污染的世界里 以及各种能源危机的恐慌之中 地球近几年来陷入了核战污染能源危机 威胁人类的健康和地球的存亡 我们却不知道特斯拉提出的免费能源 早已经能让我们不需要再面对这些危机 一旦自由能源始出 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将充满了污染充足的能源 汽车从此不需要加油 汽车的碳排放和污染将会是零 火力发电 核能发电 各种发电厂将不再被需要 不再有燃料以及核能反应所产生的污染和废料 因此不会有耗尽地球资源的问题 例如石油与天然气 对环境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目前地球所使用的能源皆是合成再制成 无论是量子 分子 粒子 核荣等 都没有能力凭空创造原体元素 东西越是经过制造和改变原始的形式 越是和宇宙失衡 也就会失去很多的振动 自由能源由于是自然界的能量 我们从地球取用的东西 使用时也并没有大幅地改变它的分子构造 那么它在能量的层面是协调的 透过平衡所创造的能源才会干净 免费 无污染 在1889年特斯拉就开发了一个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能源可以自由地使用 这个系统就是特斯拉线圈了 特斯拉线圈仍是一项科技发明 本质就是我们的电容器和变压器 其特性就是能够产生出既高频 又低电流的高压交流电 配合无线电传输技术 则可以无限地将电力传输至远处 使人类能够进入一个无污染 免费能源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 只应用了无线通讯这方面的技术而已 该线圈是借着地球本身用之不完的磁场 从而运用磁力共振的方法 将空气中的电子振动出来 电子有效地诱导为一股规则性的电流 经过收集和转压 产生极高的电频电流 一旦高频的能量开始绕设备旋转 它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振动 这一振动以多种方式被放大 转化降频 最后成为电能或者是我们地球上其他设备可以利用的能量 它是一种引导使用收电容器能够抽取其空间本身的能量 因为高频高压电波在共振的效应下而变成有规则的电流 进而收集为一项免费能源 只要借着特定的接收电容器作为减频 便能够在遥远的地方 也能将该处于空间中所处的能量电子收集为电力 紫线圈的模型中开发出的能量波 能使整个地球内部都存在着这样的能量波 整个地球的每一处的地方既可以享受到免费电力的生活 这种免费能源在1889年的特斯拉的科罗拉多实验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特斯拉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全开始进行高频高压实验的研究 将讯号从派克风送到了巴黎的无线电传输 它在自己的实验与发现的基础之上 通过计算得出了地球的共振频率 准确的应该是7.83赫兹 这就是后来的舒曼共振了 舒曼共振是德国的物理学家 舒曼发现了距离地面约100英里的天空有一层 环电离层 它会随着日光的强弱发生变化 与地球的表面刚好就形成一个空腔共振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共振器就好像是一个微波炉一样 电磁波以7.83赫兹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话 它就能够在这个空腔里面通过一个共振 从而传播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消散 也就是说能量不会减少 就像是在地球上有一点叫A点 这个A点有了一个7.83赫兹的电磁波 就能够绕着地球环一圈 其他频率的电磁波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慢慢的削弱 最后就不见了 只有这种频率的电磁波可以绕地球环游一圈 而且这种能量的减幅是非常小的 所以地球上充斥着很多这种舒曼波 这就是频率处于7.83赫兹的能量 这样的能量可以在地球上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能量应该就是特斯拉所描述的宇宙能量 也就是所谓的免费能源 只要再建立一座大型的特斯拉线圈 纵使接收的电容数量不断地增加 也绝对不会影响线圈所供应的电力的输出量 因此缘故 就算同时使用大量的电容器作为接收器 也不会降低特斯拉线圈所发出的电力 也就是说只要该线圈输出是600瓦的电力 方圆35英里以内 所有的接收电容器都可以接收到600瓦的电力 就算在这35英里内增加到1万个或100万个接收电容器 都可以接收到空气中的600瓦的电力 这种高频电流可以由空气远距离的无线传电 达至另一个接收器 并对人体绝无不良影响 特斯拉当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上 就曾展示过经由特斯拉线圈输出的高频电流 经过自己的身体而使一颗无线的灯泡发亮的绝技 它将5060赫兹的交流电脑转化为高频的电流 然后即使经流人体也不会导致出现电走的情况 后人从理论上就完全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不但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 也不会甘愿无线电的通信 这就是特斯拉线圈与一般免费能源发明之分别 比如只要在城市的数个位置上建设了特斯拉线圈 整个城市的每一处地方既可以享受免费的电力生活 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 手机 电脑 电梯 日光灯 冰箱 电视 冷气等等 都可以使用免费的电力 特斯拉线圈也能够运用在无人机的使用上 目前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电脑科学家 乔书亚史密斯试图就解决了包括无人机 地面机器人在内的自动化产品的充电软体 他希望能够抛弃掉物理的连接方式 当机器人或无人机电量低的时候 只要在靠近充电设备半米或一米左右的范围内 即可完成充电补给 特斯拉很清楚地球的电磁场中固有的能量振动的关系 特斯拉线圈的线路和原理都非常简单 但要将它调整至与环境完美的共振是很不容易的 特斯拉就是擅长掌握关键技术的人 就如特斯拉的精神或心灵的沟通 它能够直接的心灵感应的接收到能量以及宇宙的信息 它知道利用每秒7.5个周期的地球的频率 它是用行星的周长除以光速 就得到了该行星世界的频率 用每秒186300英里的光速 除以了25000英里的地球的周长 就得到了每秒7.5个周期 在那个频率上振动的发射塔将会产生一个从发射塔内向外循环的辐射 波长正好与地球的直径相等的一种波 因此这个波就会到达赤道 到达地球的另一级 反弹回来 这会创建一个一连串与整个地球和谐共振的振动 这一串的振动会刺激影响 结晶整个地球的电磁场 同时给整个电磁场提供能量 这一切只需要利用插入到地下的任何导电材料 就能够随时的汲取那些能量 这就好像是把整个地球就变成了一台超大型的发电机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 利用发明的设备就可以免费的从自然界获取巨大的电能 而且能够远距离的无限传输 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只用一个简单的终端就可以享受源源不断的电能了 这种能量不需要以某种形式储存或者强化 因为宇宙中就存在着无穷无尽 永远不停歇的能量供应 这种能量不断的在星球内外流动 只要把能量引导到需要的地区就可以了 所以特斯拉很清楚地球上的电磁场中固有的原始能量的振动关系 他知道这些原始能量的振动总是可以被引导 并转化为任何可以想象的能源 在1891年 尼古拉特斯拉在一次演讲中就讲到 几个世纪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从宇宙中的任意一点提取能量 来驱动我们的机械了 用今天的科学的语言解释 这种能源就是真空零点能 自由能源是只利用特殊的技术夺取了电子电场作为能量输出 而电子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以及恢复自身的电场的过程 目前的物理学家知道 宇宙的空间当中其实充斥着充满了能量 即使在真空中这些能量也依然存在 而且这些能量并不是禁止的 而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流动 自由能源的发电机就是透过捕捉这些流动的能量来产生电力 佛家就说真空不空 所以从学习物理学开始 我们一直都以为真空是空的 没有任何的物质 但实际上真空并非空无一物 这个说法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真空怎么会不空呢 当物理学家把所有的物质能量从一个封闭的空间抽去之后 虽然已经是真空看不到了任何的东西 但很奇怪 还是可以侦测到一些东西 依据量子力学显示 大爆炸之前没有任何物质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只有充满了量子掌握的沸腾的空间 而这片真空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真空中到处都充满着称作零点能量的电磁能 这一概念是来自于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在绝对零度下 任何能量都应该消失 构成物质的所有的分子 原子均应停止运动 可就是在绝对零度下 还是存在的一种能量 能让粒子还在震动的能量 这就是真空的零点能量 或者是称之为真空能量 为什么在真空之中会存在零点能量呢 海森堡的测不准原则里就说明啊 不可能同时知道同一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科学家就认为呢 即使粒子不再有任何运动的时候呢 它仍然是继续抖动的 能量的情形也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真空之中呢 能量会继续存在 真空能量导致粒子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又消失 能量呢也是在这种被科学家称之为 起伏的状态中而诞生的 科学家们就宣称啊 宇宙空间的是广袤无垠但又高度真空 真空的起伏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任何的体积的真空啊 都可能包含着无数的起伏 因而也就含有无数的能量 这就是真空能量的存在 是自由能的定论 是一种不容否认的证据 最早呢这种零点能量呢 只出现于理论 直到卡西米尔效应的出现 那是在1948年 荷兰的物理学家呢 亨德里克·凯西米尔呢 就提出了一项检测这种能量存在的方案 卡西米尔想要证明真空能量的存在与否呢 因此就设计了一个实验 真空通常被认为是空洞 但卡西米尔呢 研究显示这些空洞啊 的确有电磁波的波动 根据上段所说呢 量子敞论呢 真空不空的概念呢 在即使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真空之中啊 仍然有能量的涨落 其理论就是 如果把两个非常薄的这个金属板放在一起 在这么小的距离之间 如果有真空能量的话 就会产生真空能量中的不平衡 或者是量子涨落的失衡 会对这个波板呢 产生推力 由于这些金属板非常的接近啊 但却保持着一点距离 如果真空最小的波长 或外部的压力真的产生了 那就会将板推在一起 藉由此可以证明真空能量的存在 从理论上看呢 真空能量以粒子的形态出现 并不断地以微小的规模呢 形成和消失 在正常的情况下 真空中充满着几乎各种波长的粒子 但凯西米尔就认为呢 如果两个不带电的金属波片 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较长的波长呢 就会被排除出去 紧接着呢 金属板外的其他的波 就会产生一种 使它们相互聚拢的力 所以金属板越靠近呢 两者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1996年 物理学家首次对这种 所谓的凯西米尔效应进行了测定 给两块金属板呢 微微充电 电压呢 尽可能地提高 再将之啊 接上电池 当真空板两块板拉近的时候呢 电荷相互排斥呢 并流入电流 令它充电 这时候无穷无尽的能源 自由能源便产生了 近年呢 哈佛大学跟其他地方的研究 证明了卡西米尔效应是对的 从那个时候起呢 这个实验啊 就被许多的科学家验证了很多次 现在被称为卡西米尔效应 在1998年呢 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 奥斯丁啊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用原子显微镜就测出了零点能 也就是说 即使在绝对零度呢 这种真空活性仍然存在着 笛拉克呢 就从量子常理论中啊 对真空态进行了描述 他把真空啊 比喻起伏不定的能量之海 我们都认为 在宇宙的唯一的真实存在呢 就是我们周遭所能感知的空间的 这个现实世界 我们以为在整个宇宙中 所有的物质呢 都是固体的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周围的空间充斥着 其实是一种纯能量 被称为真空能量 此外呢 这种真空能量的密度 是无限大的 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啊 到处都同时出现着 电子和空洞 它们会瞬间的出现和消失 然后呢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种永远保持着渗透关系呢 会在真空的深层里面 不停的产生 也因为有这种真实粒子 与虚拟粒子 量子纠缠的作用 才会形成啊 你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静音干扰 也就是那种擦擦神 同时呢 这也是产生万事万物 可见宇宙的来源 其实在微观的世界里 观察所有的物质啊 并没有所谓的绝对实体存在 一切可观察的感受的对象 都只是震动而已 由于震动频率产生的万物 其实观察感觉的差异 也是频率差异所造成的现象 但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心智啊 不能够知道这些活动嘛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就不认同 其实自由能源就是一个 全新文明的开端 它的传播呢 将为人类带来一次飞跃啊 就像是人类当时刚发现火一样 它是一个波动的能量之海 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呢 人类将能够在真空中获取能量 所以太空飞行器啊 星际旅行所需要的能量呢 就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地点 从真空中获取 并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特斯拉就说过一段话 按照一种违背现有理论的方法呢 可以生产出来一台自动引擎的机器 它虽然没有生命 但却可以像生命一样 从任何的地方中获取无穷无尽的能量 也许特斯拉呢 已经找到了零点能的利用方法 但是很可惜呢 由于各种原因啊 没有流传下来 自由能源过去所面临的打压和威胁啊 是非常严重的 超乎我们的想象 假如一个发明家啊 若在能源的技术上有所进展 即使是他的发明不是自由能源 但是效率呢 已经高到足以啊 取代传统能源了 它就会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呢 一直被打压的这些科技呢 都被锁在了黑色的预算项目里 需要神的力量呢 才有办法啊 让他们被解锁 然后造福人类 那么好了 故事呢 于哥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别忘了 于哥跟小棠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集 一定要点击 于哥头像进去翻找哦 这座视频不易 一定要关注点赞 鼓励我们继续做更好的作品 给你们看哦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